在威慑区里科目中 蓝方运用空中水面及水下兵力 对中俄护航编队进行滋饶挑衅 中俄红方兵力采取交替指挥的方式 先后完成处置不明空情 识别查证电磁静默水面目标 通过潜艇威胁区等内容的演练 当协同空中反潜悬楼机一起 对水下蓝方潜艇目标进行跟踪打击 随后水面出现敌情 海上联合编队在俄方作战群指挥下 依托俄方空中兵力支援 迅速调整队形提升编队部署等级 持续搜索海空目标 海军奇迹哈尔舰的130主炮 马上就要调整射线 执行对海打击任务 蓝方空中兵力持续对中俄海上作战群 实施模拟突击 中方海上作战群指挥所接替指挥 调整编队防空阵型 与空中预警机组网间链 然后贵阳舰的副炮系统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对空实弹射击即将展开 在编队构建梯次防御体系的同时 空中作战群也前出拦截 并协同电子干扰机进行电磁压制 在演习的最后一个课目 毛蒂防御演练中 编队刚刚完成毛泊 蓝方兵力便对毛蒂发起突袭 在我身边 中俄海上进行军队由中方指挥 中俄交替直搬 俄方直搬舰发现蓝方武装小艇 向编队接近 在中方海上编队指挥所指挥下 中俄各舰迅速组织应对 对武装小艇进行模拟打击 这次演习 演习在组织形式指挥方式 和兵力融合等方面 都取得了创新突破